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。 凭着预告,把观众掉足了胃口的柳州记终于开播了, 由张婉逸和王楚然领衔主演,一开播就引起热潮, 而观众的评价却出奇的一致。 是谁还沉浸在《少年帝王》《枪炫》的一男屏中, 还在被张婉逸的原生台词硬控, 被他那细腻精湛的演技所折服? 这部,张婉逸搭档王楚然又带来新的作品了, 光是颜值就非常吸睛, 而剧情更是意想不到的精彩。 故事的开始就是一场精心准备的谎言。 一开播,就是王楚然饰演的女主柳棉堂, 来到张婉逸饰演的崔行舟的住宅, 她是她的夫人,可是柳棉堂受了重伤失忆了, 唯独记得她的夫君崔九, 而崔行舟则一早就知道了柳棉堂是她死敌的宠妾, 为了对付山匪,崔行舟就利用失忆的柳棉堂, 假扮她的夫君。 他们二人表面上相敬如宾, 实际是不断地相互试探, 谁也不信任谁,柳棉堂还好, 因为自己失忆了, 虽然对崔行舟有疑心, 但是也有真心, 是真的认为崔行舟是她的夫君, 可是崔行舟就不那么简单了, 因为她一开始接近柳棉堂, 就是别有用心的, 所以她在和柳棉堂的相处中显得很吃力, 因为她需要不断地编造谎言, 真担心她掉马甲, 不过崔行舟为了对付山匪, 也是舍得下血本的, 不仅是钱财方面给足柳棉堂支撑, 就是她那雷厉风行的王爷作风, 在对付柳棉堂这里不起作用了, 柳棉堂一生生地夫君, 唤起她内心的柔软, 所以, 抛开欺骗利用的本质, 他们之间还是非常甜的。 开播即引起热议, 关于张婉毅评价非常热烈。 首先还是张婉毅那张帅气的脸, 一出场就非常养眼, 很多观众评价, 光看这张脸就能把我骗到倾家荡产了, 还有她那双仿佛会说话的眼睛, 真是太漂亮了。 除了顶级的颜值, 还有张婉毅的原生台词, 太有个人特色了, 声音一扬顿挫, 铿锵有力, 每一句话都随着她内心的情绪而变化, 这一点让人瞬间梦回枪炫。 而张婉毅的原生台词, 本就是她非常出彩的一方面, 很多观众评价她的声音, 听着非常舒服, 代入感很强, 通过台词, 就让人感觉到她的角色有了灵魂。 张婉毅凭借着长相思里的枪炫一角, 圈粉无数, 而实际她的演技, 在早年的剧就得到了认可, 不论是演正剧, 还是偶像剧, 仙侠剧, 年代剧, 她都把每个角色塑造出独特的形象, 所以, 在演技方面, 她是得到了大众的认可, 在新剧《周柳记》首播中, 观众对她的演技都是好评。 女主王楚然出场级惊艳, 对于王楚然的评价, 一直都是两极分化, 因为之前的一些作品演技各方面受到吐槽, 有很多争议, 但是王楚然的颜值是没得说的, 清新脱俗, 美而不厌, 给人一种非常温婉的美, 在剧中, 王楚然饰演的柳棉堂, 一出场就是惊艳, 简单的盘发, 淡色系的衣裙, 表面一看, 就是个美丽柔弱的夫人, 而她的内心却非常沉稳, 聪慧, 剧中她的真实身份, 还是个山匪, 真是让人非常期待她, 恢复身份后的表现, 一定非常精彩。 观众对王楚然的评价, 也是非常高, 首先是她的颜值, 简单的装造, 却显出她本身的美, 一出场就惊艳到了观众。 从首播来看, 王楚然的演技也有了提升, 和张婉毅对戏, 也能做到流畅自然, 不出戏, 原来之前被吐槽, 可能是因为没有选对剧本和搭档, 而这次和张婉毅强强联手, 相信一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, 真是令人非常期待。 这部《柳州记》开播即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, 不论是男女主的演技颜值, 还是剧情都非常吸睛, 还是她的画面质感也非常精美, 相信后续更加精彩, 让我们一起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